福祸相依,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现代,在我国古代更是如此,身处高位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。 往往一个朝代的兴起和灭亡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政策,就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朝堂的诡诀,皇帝的变幻莫测。 点击订阅爱观历史,请到深处加个关注。 北魏建立之后,一直是问题不断出现,这些问题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才得到了改善。 孝文帝即位之后,大局改革,将很多不好的方面全部进行了更改,不仅极大的改变了国家保守落后的面貌,还加速了北魏的发展。 可以说这时候的北魏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,孝文帝的儿子宣武皇帝即位之后,同样历经图治,将北魏的疆土不断地扩大,使整个国家的土地面积达到了新高,宣武皇帝的军事能力无庸置疑。 他在位期间,北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可是宣武皇帝的内政就不行了。 这时候的北魏出现了大量的官员腐败的现象,同时还出现了百姓难以生存的局面,宣武皇帝年纪轻轻就驾崩了。 他的儿子即位时,年龄非常小,这样的情况下就由宣武皇帝的皇后垂帘听政。 这就是历史上的郭太后,到了孝明帝长大之后,对母亲垂帘听政的行为表示了不满。 这时候的北魏已经从巅峰跌落了下来,国力日弱的北魏已经徘徊在危险的边缘,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杀。 这样的情况下,北魏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。 胡太后和幼主也被扔进了盒中,因为他们没有正统的皇位继承。 事后,尔珠蓉拥立孝文帝支持原子幽为帝,这就是北魏的孝庄帝。 尔珠蓉哪有什么好心拥立孝庄帝,他自己早就有了篡位之心,当时朝堂还是有忠于北魏的大臣。 尔珠蓉杀戮宗室和百官后,便得愈发骄横跋扈,而其篡位称帝之心也更加明显。 孝庄帝不甘心祖宗基业毁在自己手中,便铤而走险,将尔珠蓉匡进宫中杀害。 实在永安三年,五百三十年,尔珠蓉死后,堂指尔珠罩发动叛乱,攻陷洛阳并俘获孝庄帝北上, 不久又将其尸杀在晋阳,此时,拒尔珠蓉被杀仅三个月时间。 尔珠氏家族的暴虐引发各地军阀的集体声讨,在这种情况下,高欢,宇文泰等相继崛起, 并在讨伐尔珠氏的旗号下,实力得以迅速壮大,尔珠氏最终被高欢消灭。 与此同时,北魏敬魏的数族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而南梁也趁机北伐,使得整个中原地区的形势万成一锅粥。 此时,无论是尔珠照福利的元业、建明帝、元公、杰敏帝,还是高欢福利的元朗、后废帝、元修、孝武帝, 亦或是南梁福利的元昊、建武帝,全都沦为各大势力手中的傀儡,不仅无力重整山河。 而且最终全都落得被杀的下场,元修后来投奔宇文泰,不久后被毒杀。 再加上之前遇害的孝明帝和幼主元昭,短短七年时间里,528至535年。 竟然有七位皇帝死于非命,在历史上绝对算得上是空前绝后,统一北方与东近,宋形成南北朝。 提起仙卑族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他们人长得好看,他们皮肤白皙,眼睛大大的,睫毛长长的,长相俊美,女孩更是名模好齿,轻力可人,可以参照慕容冲和独孤信这两个大帅哥看仙卑族人的长相。 所以在天龙八部里,金庸老爷子把慕容父塑造成一个长相俊美的大帅哥,是有根据的。 中原经历了八王之乱,还有五湖乱华,人口锐减,经济遭到严重破坏。 在这乱世,人心斯稳,百姓渴望能过上太平日子,而仙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,他们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,对汉族没有赶尽杀绝。 王朝建立后,对汉民族也没有过分的压迫,正是这些措施,使得他们变得很强大,统一了北方,并且辉煌了上百年。 北魏时期的,奇名药术,水晶柱,囊括了医药,建筑,地理等方面知识,石窟艺术更是灿烂辉煌。 柔然是北方一个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,他们联合前情,后焉,北梁对北魏围追堵截,北魏太武帝领军长途奔袭。 以少胜多出奇制胜,大破柔然,为稳定北方创造了有力条件。 在与柔然的交战中,出现了木兰祠,由于战争,很多身强体壮的男子都被抽去打仗了,有的战死沙场,木兰的爹年老弟年幼,木兰只得代附从军,在战场上杀敌勇猛。 在战争胜利后,皇帝举行盛大的宴会进行封赏,赏赐百千强木兰不要尚书郎他们因君民主备出,收服土玉魂,平定北梁,后焉,前情,统一了北方,与东晋留宋等,形成南北朝并立。 西魏和北魏,这中间一共有十四位皇帝相继掌握政权。 但可悲的一点是,这十四位皇帝中,有十位皇帝都接连死于非命,道武帝拓跋归。 拓跋归是北魏王朝的建立者,他的祖先曾经是建立代国的王权统治者,但是却被当时强大的秦国剿灭,直到肥水之战后,前情逐渐走向了衰败。 这时拓跋归趁机起事,再次建立了代国,但是他为人多一爱猜忌,动不动就杀人,朝堂上大臣们都整日人心惶惶,就连他自己的发妻都没能逃过一劫,因为一点过失,他准备问罪发妻甚至杀了发妻,结果最后惹怒了自己的亲儿子。 惨死在了自己亲儿子手中,当时只有39岁,太武帝拓跋韬,15岁的拓跋韬就继承了大统,成了皇帝,但是他年少不凡,是位不可多得的英明帝王,他率领大军进攻柔然,打击边境割据势力,统一了当时整个北方。 这是北魏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了,可是晚年的拓跋韬却性情大变,残暴不仁,杀人之后又经常后悔,还逼死了自己的太子,当时朝内朝外一度陷入混乱,后来死在了一名宦官之手,享年45岁,南安王拓跋韬,拓跋韬继承大位之后,担心自己的政权不稳,当时一心想削弱手下全臣,于是他计划在一场庙会上想要对其动手,但消息走漏,在庙会上反变。 被杀,这时北魏王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了,只有短短七个月不到。 宪文帝拓跋韬 上边刚刚说到拓跋韬继位短短七个月之后就被杀,他之后继位的,就是这位宪文帝拓跋韬,他继位之后,大力整顿当时动乱的局面,使得在短时间内,北魏政权得到了一定的恢复,可遗憾的是,26岁的拓跋韬突然暴毙,相传,他是被当时的嫡母冯太后下毒致死的。 孝明帝允许 孝明帝继位后,由于是在年幼,由母后胡太后掌权听政,这个胡太后并非历史上那些垂帘听政的女权者一样贤明,反之在朝内朝外胡作非为,搞得当时局面再次乌烟瘴气,孝明帝逐渐长大,开始对亲母的行为进行反抗。 但可悲的是,19岁的孝明帝竟然被堵死在了自己亲生母亲的手中。 幼主元昭 胡太后亲手堵死了自己的儿子孝明帝之后,为了稳定朝局,便将孝明帝的幼女假扮成皇子,拥立为皇帝。 但是没过多久,又把年仅三岁的元昭推上了地位。 但是好景不长,三个月后,尔珠蓉率军进攻清理朝纲,胡太后和三岁的元昭双双被扔进了皇和溺死。 废帝元叶 尔珠蓉再次取得政变的胜利之后,再次拥立元叶为帝,但他只是尔珠蓉应急的选择,短短三个月不到,傀儡皇帝的生涯就结束了。 尔珠蓉逼他退位给广陵王元公,顺利退位的元叶还是没能逃过一劫,刚刚退位,就被尔珠蓉杀死。 杰敏帝元公 尔珠蓉杀死了元叶之后,有利元公为帝,可最后终于自食其果,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,高欢率军进入了洛阳。 并且在与尔珠蓉的政权争夺战中,取得了最后的胜利,尔珠蓉被杀死,元公与元公的皇后也被堵死在了寝宫之中。 孝武帝元修 高欢取得了政权争夺战的胜利之后,拥立元修为帝,元修担心高欢成为了尔珠蓉第二。 于是二人逐渐开始产生矛盾,最后决裂兵戎相见,高欢率军从晋阳开始南下。 孝武帝元修为了争取占据的优势,前去关中投奔宇文泰,想要联合宇文泰一起对抗高欢大军,可谁知宇文泰也是野心勃勃,同年的12月份,元修被堵死在宇文泰之首。 从公元528年的和音之变,到534年北魏分裂,再到550年东魏灭亡,557年西魏灭亡,北魏帝国历经30年腥风血雨,实地一后,若干宗室子弟和数千大臣氏族被杀害,再回头看看,司马代曹氏不是非常仁慈了,曹魏带汉,王莽带汉,那简直就是菩萨心肠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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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